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Ginscanner Life 那我们继续关于这个灯光的话题 上次为大家介绍了爱图室的这个LS60D 这款比较专业的工作室灯光 那今天我们来说说比较方便和小巧的板灯 那这款爱图室的Armoron的P60X 上次给大家说过关于独立创作者们在工作室 我最推荐的一款灯光当然是LS60D 当然这款灯光对于比如说旅游创作来说 肯定是有点过于大了 那比如我去哪里旅行想在户外补个光 或者是在当地的酒店可能想录一个Vlog等等的情况 那随时带着这个60D显然是不太现实 那么通常我的解决方案会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使用这个爱图室的Armoron P60X这款迷你版灯了 对就只有这么小一包 非常便于携带 它虽然小但是却非常的强劲 OK那现在大家看到我使用的光源设备的话 是爱图室的这个LS60D 那么现在我们换上这款P60X看看效果会差别有多大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效果就是我在使用这个P60X后的效果 大家觉得和之前的差异明显吗 那差异一定是有啊但是我相信出门在外这样的光源一定是足够你使用的 那么来具体介绍一下它 大家可以看到这款灯上面有很多的灯珠啊 那最高的亮度呢它可以达到18000Lux 而它的色温是可以调节的 那范围的话呢是从这个3200K一直到6500K啊 那我自己平时在使用像现在这样的话一般是在5500K就是稍微偏冷一点的色调 那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个调节了 当你开启这款灯之后那背后的风扇也会开始旋转啊进行降温 但是它却异常的安静 你是几乎听不到风扇声音的 所以大家并不用去担心它的这个风扇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收音的一个问题 而它的供电系统也提供了多种的方式 那最简单的户外用我会携带两块这个NPF的电池啊 那如果是在室内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用AC供电就好了 那值得一提的是当你AC供电时 那它同时也会给你的这个NPF电池充电 这点设计是非常好的 对于它的操作也是极为便捷 那背后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能调节的这个旋钮啊 那它可以调节比如说你的亮度和色温等等 当你购入了爱图式的这款Armoron P60X的时候 那除了收纳包和这个灯光的本体外 你也会收到一个这个柔光照和这个束光格山啊 那根据适应的场景你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 那我们来对比看看 那直接使用这个灯光拍摄人物的话 那明暗对比会非常的强烈 也就会觉得这个灯光非常硬啊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会加上这个柔光照 这样整个明暗对比在脸上看起来会比较柔和 但是如果我还希望这个光线聚拢在我身上 而不会太多的发散出去的话 那我会再加上这个山格 那么这样光线就会既柔和而且非常的聚拢 那之前的节目我提过这个关于爱图室的这款 这个CitasLink这款APP 那同样也可以用在这款Armoron P60X上面 那比如说开关机 那亮度色温调节都可以 那另外它带有四种这个灯光效果 那比如说狗仔对闪光灯烟花脉冲啊 而对于这些光效的频率你也可以自行去调节 当然它也可以和其他爱图室的灯光进行这个连接互动 以上就是这个爱图室的这款这个Armoron P60X的内容 我虽然说它是出门在外的首选啊 那当然如果是刚起步的UP或者是电商平台的从业人员们 在入门灯光的选择上 你当然也可以考虑这款P60X 好的那希望你会喜欢这期节目啦 那也希望你能够关注我的频道 这是对我这个频道最大的鼓励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